第2591章你高兴得太早了 山脉中有无数匪图校区 库山大阵同时开启散发着磅礴的压迫 令潮汐好上的重强者多脸色微变 潮汐城主更是皱起眉头 本以为36道只是借选之患 不足为律 没想到才短短数年竟让他们成了气候 单以据釜山脉百出的阵仗来看 潮汐城主都以为自己是不是攻入一个二流势力的老巢 幸亏今日来了 若再让他成长下去 恐怕就真的是心腹大患 无法再压制住了 他眯起眼睛 这一刻对36道的杀机暴涨到了极致 一直以来36道群居群道山与潮汐城显有摩擦 加上没有问鼎强者 潮汐城主镇压八方觉得36道威胁不大 一直没搭理他们 谁想到短短数年 就传出36道首领破入问鼎境的消息 他便有些坐不住了 这才认真对待 在此之前一月 他在潮汐城与众多属下筹谋 准备铲除掉这个恶灵 还没做好决议 就出了西二被打劫这当事 幽阻里然长老又恰逢其会 潮汐城主便动了念头 付出代价请里然长老助阵 趁此机会 一举剿灭群道山重匪 这便有了眼前一幕 开山怪 出来见本城主 潮汐城主副首立于潮汐号内 双眼默然扫向群道山的寨门深处 在那里 他能感觉到 有一股惊人的气息 正在有节奏地吞纳着天地间的先灵气息 而他口中的开山怪 正是36道的首领 一个鲜少露面 凶名远扬的问鼎强者 寨门深处 那正在吐纳修炼的强者气息 停止了修炼 传出一道声音 哈哈 原来是潮汐城主 我的好邻居啊 怎么有闲心 来我这荒山野岭 叫声激荡 宛如占卜敲击 一些意志薄弱之人 听到这声音 只觉灵石激荡 身形连连退后 脸色苍白 嗯 潮汐号角落 照放挑了挑眉 号强的灵石波动 足以堪比问鼎二重 这家伙真是刚突破问鼎镜 潮汐城主 李然这等问鼎强者 也同样感知到了 两人相互看了眼 都面色凝重 巨府山内 鼓声大噪 一道道散发着强横气息的身影 从山外各处掠来 最终汇聚到了山门之处 大阵开启 三十多人走了出来 其中为首的 是一名身材中等 一袭红袍 扎着一条冲天边的青年 青年气息强横 问鼎气势尽险 在青年身旁 还站着一位披戴黑袍 看不清面容 只气机飘渺 让人无法确定其修为的男子 两人身后 则是站着一排神情凶悍 梅雨有着极强煞气的大汉 人数有三十五个 开山怪与三十五道吗 照放咪着眼 因为那两米高到斐身影 致使三十六道 少了一位 不过 她关注的重点 并非是开山怪 是她身旁的黑袍身影 居然身怀幽冥之力 有点意思了 她在黑袍身影身上 感受到与小悠身上 幽冥之力相似的力量 但要比小悠强大无数倍 很明显 对方也是金秋幽冥之力的强者 按照希尔所说 幽冥之力 只有幽冥界的主流大势力 才有资格修炼 那这个黑袍人的身份 照放眼中露出了然的神情 事实上 潮溪成主与李然 也在黑袍人出现时 盯着她看了许久 但都没看出端倪 便收回目光 哈哈 潮溪成主 你今天怎么有空 来我群道山做客 开山怪说着 目光扫过潮溪号上的猪人 待看到潮溪号一端 不由面色一尘 那是潮溪号的一处空地 上面堆满了血淋淋的首集 都是潮溪号杀入群道山后 沿途斩杀的盗匪 其中 不乏开山怪认识的一些属下 潮溪成主 我群道山与你 潮溪成一项井水不犯河水 你此举事何意 其我群道山无人 开山怪脸上的笑容早已脸去 声音冰冷 作为一个山贼头子 他身上并不缺少那种雪煞之气 哼 潮溪成主丝毫不在意 冷漠道 你属下干了蠢事 你还好意思问本城主 开山怪皱眉 他一直在修炼 并不清楚先前发生的事情 拜潮溪成主说完 开山怪皱了皱眉 果然没在人群中发现两米高匪徒 找人询问 也没有踪迹 此事 是我属下鲁莽 你杀了他 我无话可说 如今 还要带人杀入群道山 是何意思 开山怪道 三十六道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早已惹得天怒人怨 本城主此来 是代表潮溪成八千万修行者 来剿灭你们的 潮溪成主冷声道 少说那么多虚的 你不就是想灭了群道山 开山怪并不惊讶 潮溪成主带着潮溪成精锐 清朝而出 他若再猜不出对方用意 干脆拿块豆腐撞死算了 不过 就凭你这点人 想他灭我群道山 还差了点 但以数量而论 群道山匪徒是潮溪成 强者的十数倍 哪怕潮溪成强者 各个都是已当时的精锐 那拼到最后 最好结果也不过是两败俱伤而已 而且 这里是群道山 是三十六道的主场 真正拼杀起来 潮溪成一方不见得占多少优势 兵贵金不贵多 盗匪数量是多 但在本城主眼中 不过是一群土鸡娃狗而已 而且 此行还有幽足的李然长老助阵 就算盗匪数量再多一倍 也无济于事 潮溪成主介绍李然 在开山怪目光扫向李然时 后者冷哼一声 一股问鼎静的气息 树然扩散出去 开山怪脸色一变 刚开始 他便觉得李然气度不凡 但李然没有显露气息 他也不确定李然修为 直到如今 他终于明白潮溪成主的底气 与自信的来源 幽足李然长老 但旋即 开山怪唇角勤出一抹冷冽与讥讽 原来是请了帮手啊 难怪赶来我群到山腹心之地 废话少说 本城主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臣服于我 将手下倒匪编入潮溪城正规军 本城主饶你性命 潮溪城主副手 一副圣券在握的表情 你高兴得太早了 开山怪突然冷笑起来 你以为 只有你请了帮手 第2592章趁火打劫 潮溪城主 李然长老 两尊问鼎 强者气息同时散发 威压巨斧山的一众匪徒 给所有人都营造出一种 圣券在握的感觉 汐尔等一众潮溪城少女 眼看为霍一方的巨斧山众匪 就要成为历史 也不由露出一丝激动 然而 令他们意外的是 巨斧山群匪并没有慌张 很平静 开山怪更是冷静开口 潮溪城主 你高兴得太早了 你以为 只有你请了帮手 什么意思 群到山也有帮手 汐尔等少女们的脸色 顿时大变 潮溪号上 更是出现一阵骚动 紧接着 便见开山怪冲着身旁黑袍人 极为恭敬道 幽灵大人 麻烦您了 黑袍人不言 脚步向前踏了一步 轰 一股惊人的幽冥气息 从黑袍人身上爆发 宛如狂猛的飓风 刹那间横扫而来 首当其冲的潮溪号 在这股狂暴的气息面前 一阵剧烈的摇晃 也心亏是潮溪号 换作普通战船 估计已经被这股狂暴气息撕裂震碎了 潮溪城主附在身后的手掌猛的用力钻紧 脸色极为难看 不光是他 李然长老脸色也很难看 两人几乎一口同声叫道 问鼎 二重 黑袍人散发出的气息 赫然超出了问鼎一重的极限 达到问鼎二重层次 哈哈 不错 幽灵长老实力 正是问鼎二重 开山怪很满意潮溪成竹于李然长老反应 顾尤德一笑了起来 李然长老深深看了黑袍人一眼 拱了拱手 道 在下幽族李然 敢问道有何方审慎 凭你 还没资格问我 看在幽族的面子上 立刻滚 否则 一起死 黑袍人首都发声 声音沙哑冰冷 李然面色难看 他身为幽族长老 很少有人敢这样威胁他 不过对面黑袍人既然掌握幽冰之力 定是某个大势力强者 地位不低于自己 又是问鼎二重 被他喝退 道也不算耻辱 李然长老 见李然有退走之念 潮溪成竹脸色难看 他被以为 今日之战 全念不大 以两尊问鼎 占一个出入问鼎的开山怪 就算不是十拿九稳 也定然不会有太大波折 万没有想到 开山怪竟也请到了帮手 还是一位问鼎二重 今修幽冥之力的强者 这样一来 他好不容易营造的优势 便当然无存 若李然再走 他哪怕再强 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 硬抗两位问鼎强者联手 只要李然留下 两人联手 凭借两人手中宝物 这场战斗 未必会输 战局的关键 转眼就落在李然这个外人身上 李然长老 又都突然凑到李然面前 在他耳边低语了一番 李然皱了皱眉 瞥了眼赵放 如今局面不可逆 潮汐城主当顺应局势 当然了 你若把此此交给我处置 我可以再为潮汐城出手一次 李然淡淡道 若非幽都开口 一副是杀赵放的模样 他早就转身离开 哪会多此一举 这 潮汐城主皱眉 目光在赵放与李然身上转来转去 犹豫起来 幽都 你趁人之威 你无耻 妻儿看明白了 顿时怒持幽都 幽都只是冷笑 你再多说一句 信不信我让李然长老立刻离开 让你妇女葬身裙倒山 你 妻儿气得小脸通红 他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潮汐城主 想好了吗 李然长老老神在在 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用选 小孩子都知道该怎么选 我 我说过要保他 断然不会将他交给你 除了他之外 其他什么条件都可以 潮汐城主咬了咬牙道 嗯 李然皱眉 没想到潮汐城主在这种关头 还选择保赵放 既然如此 那就祝你好运了 其他条件 李然哪里需要 见潮汐城主决心已定 便不再多言 带着脸上充满遗憾与不甘的幽都 离开了潮汐号战舰 一 赵放本以为潮汐城主会妥协 把自己交给李然 换取对方承诺 然后联手大战开山冠与飞袍人 万没想到 竟会是这个结果 你救了希儿一命 我替他海了 从此两步相欠 潮汐城主回头看了眼赵放 冷冷道 赵放不在意对方态度 反而有些欣赏这个有恩必报的性情中人 道 没了李然 城主如何抵挡群道山 出了潮汐号的李然 直接动用传送符 带着幽都离开了 哪怕潮汐城主此刻后悔 也悔之完矣 这不需要你操心 潮汐城主心中正烦躁呢 哪有功夫跟赵放攀谈 哈哈 潮汐城主 看来 你请来的这个帮手 也不怎么靠谱啊 居然偏下你独自讨了 见李然幽都离开 开山怪脸上笑容欲发浓郁 嘲讽道 开山怪 你修要得意 下次再见 本城主必会探灭群道山 潮汐号战舰汲取天地肩棒薄的心灵之气 战舰震颤摇晃 似随时都要破空而去 照放之道 这时战舰在未开启某个功能叙事 下次 没有下次了 你既然敢来群道山 就留在这里吧 开山怪话落 他身后一众匪徒 宛如蝗虫般冲向潮汐号战舰 开炮 战舰炮火早已架设好 面对扑来的一众匪徒 直接就轰了过来 但匪徒太多 潮汐号距离匪徒又太近 根本没发挥出太大威力 便被众匪徒近身 战舰的远程攻击 历时失去作用 若非依靠战舰的钢罩防御 将匪徒挡在外面 只怕这一瞬间 战舰上不知要死掉多少人 饶是如此 被35道联手轰击多次后 钢罩也出现碎裂的痕迹 撑不了多久 这时 开山怪与黑袍人也出手了 两大问鼎强者一出手 便碎灭了钢罩 潮汐号与众匪徒之间 再无阻挡 匪徒长驱直入 与潮汐号的强者站在一起 小子 找个机会 拜希尔离开 照放脑海响起潮汐城主的声音 接着 便见潮汐城主之身迎战黑袍人与开山怪 直一合 便被两人击伤 之后 便落入下风 节节败退 先写狂谱 跌跌 希尔七声叫道 想要上前 却被其他少女拉住 第2593章 弹指杀人 哈哈 Tigre潮汐城主 你可想过 自己会有今天 再度将潮汐城主打飞出去 开山怪一脸凝笑问道 潮汐城主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但他伤势太重 尤其是黑袍人 虽然只出手一次 但他打出那道幽冥之力 却侵入自己体内 无法驱除 导致他不得不动用八成力量镇压 对战开山怪时 可动用的战力 连平时的两成都没有 直接被压着打 打成了重伤 不是潮汐城主太无能 而是幽冥之力对普通强者有极强的压制作用 这也是 为何金秋幽冥之力的大族会成为幽冥界大势力的根本原因 若你答应李然请求 他与你联手 我要杀你 或许还要费意翻手脚 甚至 有可能让你逃掉 可惜啊 你居然为了一个河道七重 拒绝了李然 何其的愚蠢 开山怪似有气死潮汐城主的想法 不停地开着嘲讽 我的确很后悔 潮汐城主扬起那张满是血痕的面容 脸上并没有太多神情 若当初及早听从谏言 将群道山榻灭 又岂有今日之祸 我恨那 潮汐城主很不甘心 他本有机会在群道山没有崛起时 一举铲灭 却错过了机会 酿成今日之祸 哼 流到地狱后悔吧 开山怪宁笑 招式狠辣 只取潮汐城主要害 潮汐城主做了多年城主 自然也是有点宝物家底的 堪堪避开这一致命杀招 但依旧被开山怪攻势波及 伤势加剧 这样下去 哪怕他有宝物 也支撑不了多久 居然还有反手之力 黑袍人声音冰冷 抬手间 一道幽冥之力凝聚圆环 罩住了潮汐城主 那圆环似具备风阵之力 潮汐城主一身力量 彻底被压制住了 嘿嘿 开山怪宁笑起来 这一次 看你还怎么扛 他无起大腹 滑破天穷 闪耀出一丝惊人的腐盲 展向潮汐城主首级 死罢 空 夫人落下 带起惊人的撕裂之意 那些想要上前救援 潮汐城主的潮汐城强者 刚一靠近 就被辅任带起的 凌厉锋芒 或重创 或斩杀 一时间 惨叫于血雾其限 不 希尔眼睛都红了 听到这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潮汐城主心颤 他并不畏惧死亡 只是自己死后 谁来照顾希尔 猛的 他脑海闪过一个少年身影 他也不知道 在生死关头 自己想托付女儿的人 竟是一个刚认识不到半天的家伙 希望 你能替我照顾好希尔 潮汐城主难难 照顾人这么麻烦的事情 还是你自己来吧 一道淡淡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等他反应过来时 身前已然播出一道身影 是他 潮汐城主认了出来 挡在他面前的 竟是赵放 小子 快退开 危险 感受到那林立府盲江落 潮汐城主面色俱变 立声叫道 然而 那少年好像没听到一样 静静站在那里 维勇府盲距离他只有三尺时 才微微抬手 获掌成拳 带起道道流光 轰向大府 九品下等仙术 流光拳 身如流光 拳风无匹 这一门仙术沉寂许久后 再一次出现在世人眼中 砰 金铁交鸣 狂暴气息肆虐 大府被这一拳震退 开山怪一个猝不及防 更是大府传回的力量震伤了手臂 整个人都横飞了出去 什么 这一幕 惊呆了无数眼球 现场本海滚飞的战局 似瞬间冻结一样 一道道目光 齐刷刷看向赵放 就连原本闭目等死的潮汐城主 不知何时也睁大了双眼 一脸的震惊语不可思议 呃 黑袍人发出一道惊疑 盯着赵放 区区河道七重 居然有问鼎静的战力 有点意思 恰好公子身旁缺少一奴仆 就选你了 他也不需要赵放答应或者拒绝 仿佛他的命令 就是一切 滚 再击歪 斩了你 赵放冷冷看了他一眼 黑袍人覆手 轻孽道 年轻人 你能以和道竞机飞问鼎强者 的确有自傲的本钱 但在老夫面前 还是收起你那点可怜的资本 他没有出手对付赵放的意思 或者说 赵放展现出的实力 还不够资格让他出手 开山怪 拿下他 我要活的 他淡淡道 已然爬起并冲过来的开山怪 二话不说 蹲起大腹 便杀了过来 小子 这次我一定要剁了你 开山怪咆哮 他自从寄生问鼎静以来 对付同级修士 凭借着精湛霸道的腹技 也占据很大优势 从未像刚才那般狼狈过 若对手是问鼎一重 能把自己逼成那样 他也就接受了 关键是 赵放显露的气息 只是和道竞七重而已 这就让他无法忍受 决定要杀了赵放 一血前耻 开山怪 不要杀了他 黑袍人皱眉 提醒开山怪 然而 他这话刚落 却见赵放病指如剑 抬手展出一道惊人的剑光 扑 并想骤然传出 前冲的开山怪身形一顿 脑袋立石炸开 爆成一团血雾 接着 那无头尸体 像是失去力量支撑般 轰软倒在地上 此时 依旧保持着前冲的姿态 人群死寂 精神震颤 堂堂群到山首岭 问鼎一重的开山怪 就这样 被人一直抹杀了 所有人都感觉很荒谬 因为 抹杀开山怪的 并非是一尊问鼎强者 而是一个和道竞 不过看到眼前这一幕时 他们又怀疑了 赵放真的只是各和道竞修士 首领死了 群到山三十五道出现了片刻的慌乱 随着黑袍人开口 才镇压住纷乱的现场 好惊人的剑术 阁下何人 黑袍人幽灵声音不复先前的淡然 有了一丝凝重 不管怎么样 赵放展现出他傲人的实力 哪怕是黑袍人 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先前小觑了对方 潮汐号上 原本已然绝望的希尔等人 见赵放再度挺身而出 并挥手斩杀开山怪时 都被震惊住了 一个个看向他背影的目光 都充满震撼与不可思议 更有息寄予期待 杀你的人 赵放弹了弹指 淡淡道 第2594章 我等着你幽足报复 杀我 杰杰 幽灵怪笑一声 年轻人 你太猖狂了 真以为斩杀个开山怪 就能横扫其他问鼎强者 他说话间 掌心喷涌无数死黑色幽冥之力 一股难言的压迫感 冲天赛地 席卷而来 赵放也感觉到了 他微微挑眉 不同于潮汐城主的面色大变 神情绝望 赵放是一脸诧异 因他发现 幽冥之力是能沟通幽冥界规则 借规则之力压服对手 难怪 赵放了然 能沟通规则之力 就等于领悟了规则之种 幽冥与潮汐城主的战斗 就相当于领悟出规则之种的修士 对战普通修士 哪怕同级争杀 能调动规则之力的幽冥 也有碾压潮汐城主的实力 更不要说 他本身实力就强过潮汐城主 原来如此 赵放笑了起来 死到临头 还能笑得出来 幽冥声音冰冷 果然是无知狂妄的家伙 数 孤天的 欲含规则力量的幽冥之力 呼啸而来 笼罩赵放方圆数百丈 直接将他阵锋当场 还以为你有什么手段 不过如此 见如此轻易 就阵锋助赵放 幽冥也有些意外 但出于对幽冥之力的自信 他并不认为对方还有挣脱的机会 现在的赵放 在他眼中 就是带宰的羔羊 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能抹杀 然而 便在他如此想着时 被浓郁幽冥之力笼罩身形的赵放 却是摇了摇头 太弱了 嗯 幽冥忘了过去 本想好好感悟下 幽冥界的规则之力 可惜 你力量太弱 对我感悟帮助不大 赵放太息 幽冥面色一僵 他自尽声问鼎二重后 横行幽冥 显有对手 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力量太弱 大言不惭 你若真的有本事 怎会被我阵锋 幽冥不屑 觉得赵放仍在成口舌之力 我又有无数种办法破开阵锋 但我不愿意去做 太麻烦 所以 只能有一个办法了 赵放面色平静 唇角甚至还有一丝笑意扬起 堕魔屠戮第一众 魔心无悔 空 今可见 赵放体表涌出大量粘稠的黑雾魔器 直接将他本人吞没 魔器狂笑 似有无数魔头在嘶吼 你 你竟打算强力冲破我的幽冥之力 幽冥满脸金融 难以置信 这是破解规则桎 最愚蠢的办法 也只有修为比世述者本人还高 才能有效 而眼前的少年 不过是河道七重 连问鼎都不是 与自己差了一个大境界 他哪来的自信 敢用这种蛮力冲破束缚 卡卡提的 束缚照放的幽冥之力 在魔力的撕裂下 出现一层层裂痕 又离脸色大变 心中突然有些发慌 砰 当裂痕多到一个程度 那层束缚 在一声暴响中 烟消云散 照放挣脱了束缚 走了出来 身上的魔器翻滚 整个人就如同一尊复苏的远古魔神 冷冽残暴的眸光 盯着幽灵 你说 我该如何处置你 我不相信 幽灵嘶吼 又打出幽冥之力 企图阵锋照放 但这次照放又岂能如他所愿 抬手一拳 直接震碎了幽冥之力 在幽灵惊骇目光中 照放淡淡道 若非想要感应幽冥之力 感悟这片世界的规则 你连阵锋我的资格都没有 听到这话 幽灵脸色难看 他终于明白 眼前的少年 是怎样一个恐怖的存在 阁下 我只是路过 对你也并未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放我离开 全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如何 幽灵耸了 他所依仗的 就是幽冥之力 可如今 少年抬手就能碾碎 他的依仗 变成纸糊 这特么还怎么打 而 潮汐城主与一众潮汐城强者都猛了 本以为 幽冥之力一出 照放也难逃被阵风的命运 没想到 他不但挣脱 还逼得目无与子的幽灵认诵 让本以绝望的他们 心中生出一丝希望 与他们相比 群到山残余的大盗们 却是绝望了 开山怪异死 他们能仰仗的 也只有这位神秘的幽灵大人 现在 连对方都服软了 群到山还拿什么抗衡那百亿少年 就在他们以为 照放会接受幽灵提议 双方罢手言和时 照放却摇了摇头 你阵风了我 还想收我卫奴 若非我实力还算不错 恐怕 已经被你所情 现在 你见奈何不了我 就要罢手言和 呵呵 和你妹批的和 真当老子没脾气 幽灵脸色不太好看 刚才是我鲁莽 我可以想隔下道歉 这已是他能做到的最大让步 不需要 照放摇头 我也听不到 因为 死人是不会道歉的 言霸 悍然出手 魔心激发出无穷魔力 形成魔气囚牢 将幽灵困住 幽灵四处腾冲 都无法冲出后 只能被动应战 但只是片刻 他就被打得狼狈而回 身上负伤 照放的战力超出他的想象 若非他手上 还有几件不错的幽族宝物撑着 只怕此刻 已经是个死人了 幽灵脸色难看 我是幽族一脉长老 阁下真要与我族为敌 听到这话 潮汐城主面色大变 小小友 幽族乃我幽民族最强势力 十分护短 若杀了他们的长老 他们定然不会放过你的 他劝阻赵放 再也不敢摆出城主的架子 极为恳切 希望赵放放了幽灵 哪怕幽灵先前差点杀了他 他也不敢有半点报复之念 这就是幽族的震慑 文言 幽灵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笑容 在整个幽民界 不给幽族面子的强者 还没有出现过 然而他今日的运气十分的糟糕 幽族 想要报复 那就让他们来吧 我等着 照放神情平淡 以他如今战力 足以与幽民界最顶尖势力争锋 又岂会在意幽族 化落在幽灵骇然且不可思议目光中 抽取滚滚魔器 凝出一柄恐怖魔剑 直接斩向幽灵 剑出 幽灵身体被劈成两半 神魂刚一逃出 便被无穷魔器包裹 在无数魔头兴奋的咀嚼声中 渐渐湮灭 至此 一代幽族强者幽灵 殒灭群道山 第2595章西月大典 你 怎么敢 幽灵临死前 还一脸惊愕 显然无法相信 听了幽族大名后 照放还赶下杀手 更震惊照放的实力 尽如此恐怖 一剑就碾碎了自己的所有防御 将自己斩成两半 小子 你杀了我 幽族一定不会放过你 一定不会 带着凄厉的怨毒与惨叫 幽灵逃出的神魂 被魔器包围 在无数魔头咀嚼中 彻底殒灭 现场一片死寂 潮汐成竹咀嚼 头皮发麻 滚滚魔器中 魔头咀嚼的声音 实在太刺耳了 如同啃骨头一样 将幽灵神魂撕碎 吞了下去 你们也一起死吧 照放声音平半 随手一挥 魔器瞬间笼罩群道山 所有盗匪 下一刻 群道山变成人间魔域 无数盗匪横死 连反抗力量都没有 这也很正常 斗魔屠戮第一重修炼 就需要两颗九星魔帅的魔心 而一旦修成 就拥有力敌问鼎进的强大战力 照放没用九星魔帅的魔心 而是以真魔雪珠代替 那可是魔域真魔的心脏 哪怕力量残缺 也比九星魔帅的魔心 还要强上无数倍 以真魔雪珠为根基修炼出的魔心无悔 实力比肩问鼎三重 连精通幽明之力的幽灵都挡不住他磨刀一击 更何况群道山的盗匪 毕竟他们中间除了已死的开山怪外 就在无其他问鼎强者 魔气一出几乎就是碾压的局面 短短片刻群道山盗匪死伤殆尽 连有留下一个潮汐城主等人一直在旁边看着 看完后透体冰凉 心神发颤 一些胆小的少女 更是面色发白 紧紧抱着同伴 望着赵放时 身体都在发抖 哪怕潮汐城主见多识广 也从未见过如赵放这般 面不改色就涂了整个群道山的狠人 终于清静了 赵放淡淡说了一句 目光转向潮汐城主 后者吓得直哆嗦 连王贵扶于地 叫道 求大人饶命 赵放一正 玄机反应过来 你认为 我为杜绝幽族强者找到我 杀人灭口 潮汐城主心里自然是这么想的 但当着赵放的面 他哪敢承认 除非不想活了 爹爹 你把赵公子想成了什么人 若是如此 他为何还要出手救你 愿我们与群道山两败俱伤 他再出手 岂不是更好 欺而虽翘脸发白 却还保持着几分理智 分析道 赵放在上看了他一眼 笑道 不错 文言 潮汐城主心神一松 赵放冷酷涂灭群道山中匪的画面 给他留下强烈的视觉冲击 认为赵放是个冷酷无情的贵子手 人命在他眼里 与草芥无异 但经过自家女儿这么一提醒 他也发觉 自己失了志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还请公子恶罪 在下代表潮汐城众人 感谢公子救命之恩 潮汐城主恭敬道 他现在 把自己摆得很低 因为知道赵放的凶悍 哪还敢端着城主的架子 他也庆幸 自己先前多次保了赵放 没有得罪他 否则 自己如今怕也要跟群道山中匪一样 成为历史了 同时 心中为幽都于里然默哀起来 得罪谁不好 偏偏得罪这位喜怒无常 沙发冷酷的主 正胡思乱响时 耳边传来赵放的声音 起来吧 潮汐城主起身 依旧恭敬势力在赵放身侧 不光是他亲眼见过赵放冷酷沙发的众人 面对赵放时 都不敢再有其他情绪 都一脸的毕恭毕敬 赵放觉得无趣 便离开战舰去了群道山 搜刮开山怪留下的盗匪宝库 凭他的力量 找到自然不难 但开山怪只是刚进声问鼎没多久的一个土匪头子 手上纵然有些不错的珍藏 可在见过山珍海味的赵放面前 他那点家常小菜 就有些不够看了 倒是潮汐城主等人 看得眼睛发直 一脸的渴望 赵放取出两件 给了希儿 他对少女印象还不错 加上临危不乱 是个值得栽培的好苗子 希儿推辞了好几次 见赵放板着脸 极有动怒之势 才在其他人羡慕极度恨的目光中 说了下来 潮汐城主开怀大笑 有了这几样 希儿你在西岳大典中 定能脱颖而出 说不定 还有机会成为本届西岳神女的使者 说到这里 战舰上诸少女看向希儿的目光 都充满了羡慕 希儿大典 赵放挑眉 什么活动 公子不知道 欺而恶然 这是幽冥界很盛大的一次活动 参加活动的 都是幽冥界最杰出的年轻一辈 赵放摇头 他刚来幽冥界 连幽冥界有多少个大势力都不清楚 又怎会知道这种活动 经过希儿解释 赵放才明白 所谓的希儿大典 就是幽冥界年轻天交的一次大比拼 通过层层选拔 最强的那个 将会接受幽冥两族的集体祝福 成为幽冥界本代神子乃至神女 进而进入传说中的幽冥殿修炼 更有机会得到幽冥仙人的传承 这样啊 赵放听完 兴趣不大 以他如今的实力 对付比赛大典什么的 已经不太怎么热衷了 我此来幽冥界的目的 是找到小幽 只是 幽冥界广袤无尽 我时间有极为仓促 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赵放皱起眉头 希儿实力太弱 未来有限 若公子参加 说不定有机会夺得魁首 成为候选神子 乃至神子 潮汐城主到 什么 以公子如今实力 还不能成为神子 其他人大惊 哪有那么容易 潮汐城主难得随和 解释到 希月大典 是幽冥界每百年举行一次的大典 几乎青年天交都会参加 几乎数不胜数 讲要在一万人中 夺得最终的魁首 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根据历届的表现来看 能夺得神子神女之位的 无故是踏入问鼎中期的存在 说着 他偏了眼赵放 见他神双色如常 不由有些惊异 第2596章 幽冥八脉 江智信参加 赵放一正 面色古怪 与其他世界大典不同 希月大典 是不遵循参赛者的意愿的 不管愿不愿意 都要参加这一点 连身为幽冥界最恐怖的两大巨族 幽族 民族的天交 也无法抗拒 听朝西城主讲述 赵放也渐渐了解到幽冥界的一些大势力 幽冥界顶尖势力 只有幽冥殿一个 里面有数位问鼎七重强者坐镇 幽族民族都是幽冥殿分属 且两族任何一个 都各自有无数分支 如先前的幽都 便是幽族天脉弟子 里然是天脉长老 幽灵 也是幽族其他之脉的强者 但具体是哪个之脉 我也不清楚 仅仅是之脉吗 赵放微微眯眼 他从朝西城主那里了解到 这些之脉都有极深的底蕴 如天脉 就有一位问鼎六重强者坐镇 其他之脉或许会弱一些 但也有数位问鼎五重坐镇 当然 并非每个之脉 都有如此强大的底蕴 幽族麾下 有四大之脉 天地玄黄 民族麾下 也有四大之脉 宇宙洪荒 八大之脉 撑起了幽冥两族的天地 其他之脉则稍微弱些 只有问鼎二三重的强者坐镇 饶是如此 八大之脉也极为恐怖 任何一个之脉拿出去 都能与车后族媲美 换言之 八大之脉就相当于八个车后族 再加上比八脉更强的幽冥店 整体势力 比之轮回戒还要强胜三分 对此 赵放并不意外 幽冥界毕竟曾是与真武界 天妖界互为对手的三大世界 尽管幽冥界没落了 但底蕴之身 也不是轮回借这个 以练骑师主导的世界 所能比拟的 强制性参加的话 那么小優也有可能参加 赵放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哪怕西越大典要求 修为最低的反须五重 她也丝毫不担心小優 在穷扒那种宝要遍地 先灵气息浓郁的环境下 小優早就突破到了反须境界 且一路高歌 达到反须人满 在她上次临时返回穷塔时 就发觉 她已经在冲击河道境 先前 她还有些不解 小優进步为何这么恐怖 如今看来 小優定然是向自己 隐瞒了一些关键性的东西 公子若要参加 恰好可让希儿跟着公子 也能沾点福气 潮汐城主道 她这是真心话 希儿实力虽然不错 但也只是不错而已 与真正的天娇相比 差距还是太大了 但如果有赵放保驾护航 那就不一样了 什么时候开始 赵放问 两天后 大典举行三日 潮汐城主道 好 赵放点了点头 既然我找你很难 那就让你来找我吧 赵放打定注意 要让自己在西越大殿上扬名 让整个幽冥界的人都知道自己 她不相信 这样还吸引不来小優 两日后 潮汐城大殿 潮汐城主一脸严肃的望着希儿 该交代的 我都跟你说了 一定不可大意 另外 大典开始后 一切听从公子安排 嗯 希儿点头 见状 潮汐城主才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 转身望向副手于身后 气度出城的赵放 笑道 公子 一切都准备妥当 可以出发了 赵放四才醒过来一样 回过神 在殿内其他潮汐城强者素然的目光中 带着希儿 踏上幽族派来的接引战舰 潮汐城青年一辈中达到参加大典资格的 并没有几个人 除了希儿外 还有几个当日赵放在刘影山见过的少女 他们对于赵放既崇敬又敬畏 沿途再不感激扎多言 一直很安静直至 一行人踏上幽族的接引战舰 在战舰中 已然汇聚了不少年轻 洋溢着青春的面孔 都是幽族从各城接引来的青年天才 对于潮汐城上来的诸人 不少人都冷眼旁观 低声议论着赵放扫了他们一眼 变无趣的收回目光 这群青年实力还算不错 都踏入返须后期 还有不少 已然跨入河道境 至于问鼎静的青年强者 他却是一个也没见到 想想也就是然 能如此年轻就跨入问鼎静 也只有幽名两个大族能培养出来 四朝西城这等二流中都垫底的势力 能培养出一个河道后期的天才 就已然是烧高香了 而眼下战舰上的诸多青年 所来自的势力 大都与潮汐城相当 都属于二流势力 又哪有什么真正的乾隆 来到位于潮汐城青年强者休息区域 谢尔等人愤怒地发现 自己的位置 竟然被其他人给占了 那些人 身着一袭赤红火焰长袍 一个个气息狂暴如火 实力极为强横 大日成 谢尔身旁一个圆脸少女咬牙切齿 不就是抢各位志 怎么一副不同待天的样子 照放调媒 大日成与潮汐城是死敌 经常爆发大战 潮汐城不少强者 都死在大日成 谢尔耐心解释 而那名圆脸少女 之所以如此仇恨大日成 是因为她的双亲 都死在大日成 尤其是她母亲 听闻在死难前 还受到大日成强者的侮辱 是已 看到这群抢了自己休息区的 大日成青年强者 新仇旧恨历史涌了上来 悠喝 搁几个 都来看看 潮汐城的小娘们上来了 果然都是一颗颗水淋淋的大白菜 大日成强者中 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 细血的望了过来 她一开口 其他大日成青年强者 也都看来 盯着希尔等潮汐城少女的目光 极为放肆 惹得希尔等人面色铁青 陈王 你太放肆了 希尔盯着那高大英俊青年 审声道 悠喝 这不是潮汐城主的千金希尔吗 泽泽 果然冲落欲发俏丽可爱了 不过 潮汐城男人都死绝了 竟让你们一群毛都眉长期的小丫头参加大典 陈王戏学道 她声音很大 休息区不止潮汐城大日成的青年强者 还有其他城的人 文言都看了过来 只是看了一眼 不少人都暗暗摇头 第2597章大日成家 潮汐城大日成又杠上了 作为其他城池的强者 对于这两城的关系 他们自然了解 这本事应有知识 不过 潮汐城这次太不治了 实力那么弱 还不懂隐忍 摆明要给大日成成家的人出手的机会啊 接引战舰虽然不允许生死斗 但若只是切磋 不弄出伤亡 也没人管的 看这次的潮汐城 怕是要倒大霉了 他们正议论着 希尔俏莲已然铁青 不光是他 其他潮汐城少女的脸色 也都不怎么好看 陈王此话 太过羞辱他们 断不能忍 陈王 收回那句话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希尔声音冰冷 悠喝 小妹妹生气了 陈王冲着身旁大日成 陈家强者大笑 旋即 笑容脸去 带着几分冷军与戏血 我不收回 你又能赖我何 乍世间 场上气氛僵持下来 照放破绝无语 这刚上接引战舰 怎么就碰上这档子破事 尤其是 潮汐城少女的目光 有不少都落在他身上 也含期待 照放并未出手 他只是顺便来参加西月大典的 可不是给这群是少女当保姆的 而且 这种事情 他能帮助他们一次 却不能帮一辈子 潮汐城少女 总归要自己成长起来 对于这一点 希尔看得很清楚 所以 他没有请照放出手帮忙 静止走到陈王对面 取出一柄细长先见 见风直指陈王 淡然道 潮汐城希尔 请指教 哗 人群哗然 谁也没想到 希尔竟做出这种选择 更没想到 他如此火断 没有丝毫犹疑 单凭这一点 就已然让场上其他城的青年强者 安安惊讶 不过 五斗搏杀 可不识一丈勇气就能解决的 有人偏了眼陈王 为希尔惋惜 陈王笑容冰冷 很好 潮汐城终于出来各有种的 敢来挑战我 说着 他一脸嘲讽的看了眼 包括赵放在内的 其他几个潮汐城男性天才 那几个男性天才历史脸色阴沉 赵放也颇为郁闷 你嘛 我这算是躺着中枪吗 希望你的实力不会太弱 否则 就太无趣了 陈王说着 并未亲自出手 而是看向身旁一个黑面青年 道 陈默 这小妞就交给你了 潮汐城诸少女都觉气愤 陈王这摆明是在羞辱希尔 觉得他没有资格让自己出手 但当那名叫陈默的青年气息外放 顿时所有的议论声 都如被一双无形大手压下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 反虚九重 陈默看似不起眼 修为竟然已经抵拎反虚九重 放在潮汐城这边 足以排进前三 要知道 整个潮汐城 有反虚九重修为的 也就三四人而已 且都是修行近百年的存在 但以天赋而言 陈默一人玩爆潮汐城所有反虚九重 希尔 一众与希尔交好的少女 都紧张担忧起来 希尔虽也是反虚九重 却是刚突破没多久 严格算起来 也就比一些反虚八重强上一些 与真正的反虚九重强者碰撞 肯定不占优势 然而 战斗一开始 呈现出的战局 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希尔凭借着一手凌厉的剑法 竟将那较较沉默的青年压制在下风 在对方身上留下十数道剑伤 最终逼他认输 哇 希尔赢了 潮汐城诸女欢呼 什么大日成成家 也不过如此吗 更有人嘲笑大日成 陈默脸色发沉 守债失利 出乎他的预料 他狠狠瞪了陈默一眼 后者吓得连忙低头 不敢去看 哼 只是一战而已 而且 陈默只是我们中 最弱的一个 赢了有什么可骄傲的 陈默身后 走出一个面容桀骜的青年 陈玄 陈家诸人惊呼 不少人看向他时 更是面显忌惮 陈家陈玄 年轻一辈中 天赋最为卓越之人 不过二十几岁 就已经迈入河道经门槛 成为河道竞强者 是整个陈家一辈中 除却陈默之外的第二人 若非他修炼时间较短 或许陈默 都压制不住他 我又也不欺负你 若能挡住我一招 算你赢 陈玄傲然道 你若觉得不公 一起上 也无所谓 他这话 瞬间激起众怒 潮溪成强者们 一个各默默而视 但也不得不承认 修为底林河道竞的陈玄 的确有狂傲的资本 与他相比 潮溪成就寒酸多了 别说河道竞一重 连个半步河道的都没有 昔二 我们一起出手 潮溪成另外三个反须 九重七七战了出来 事关潮溪成荣誉 他们又岂能躲在女人身后 陈玄 你会为你的狂妄 付出代价的 乍世间 战斗开启 三名反须九重联手 威势的确惊人 但想要撼动陈玄 明显差了一些 交手时余和 三人就分别被陈玄击伤 其中一人 更是重创吐血 内府几乎粉碎 眨眼功夫 潮溪成最强三人 力败 这就是反须与河道的差距 并非数量能够填平 你太过分了 切而怒斥陈玄 只是切磋 但你下手未免太重了吧 他先前在调息出战时 损耗的先例 并未急着出手 事实上 他也没想到 三人联手 居然会败得这么快 哼 这也就是在接引战舰中 若在外面 他们早死了 陈玄冷笑 怎么 你不服气 还要与我交手 切而银牙紧咬 他如何不知道陈玄的强大 但对方如此践踏 潮溪成尊严 他不能忍 请指教 他拔剑 气势凝速 锋芒毕露 来吧 让你一只手 陈玄傲然 说着 他真的将左手赴于身后 切而面无表情 悍然出见 以他的实力 勉强达到顶尖反须九重的程度 但要与何道竞争风 明显还差了一些 眼看局势败退 切而咬了咬牙 取出先前照放赠他之物 一颗鸽蛋大小的铜铃 轻轻摇晃 叮叮 铜铃发声 散发出奇异的力量波动 这股波动 直冲脑海 四具被催眠之意 原本神色狂傲的陈玄 双眼微锤 动作迟缓 四将力当场 第2598章 陈王自信的来源 吃 一道风力长剑闪过 割裂陈玄一触一袍 连他皮肉都滑开 鲜血流出 剧痛 让陈玄心神清醒过来 叮叮 铃声在响 陈玄眼皮打架 一副欲睡的姿态 吃 陈玄肩膀上也多出一道剑伤 痛得他当场惨叫 清醒过来 叮叮 陈玄再度昏睡 吃 陈玄惨叫 连续数次下来 原本骄傲猖狂的陈玄 身上已然伤痕累累 让不少人看得目瞪口呆 但也有不少识货之人 目光炯炯的盯着 希儿手中铜铃 此铃 名为绕魂铃 声音有催眠之效 问顶静之下 鲜少有人能够抵挡 算是一件不错的八瓶宝物 是照放从群到山宝库内超没的 但他没有看上 随手丢给了希儿 陈玄虽然修为比较强 但终究不是问顶强者 挡不住扰魂灵音 连连被催眠 然后被希儿击伤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伤势累计爆发的陈玄 就会倒下 然而 就在希儿一剑割裂陈玄右臂 准备再度摇晃铃当时 一旁坐着的陈王 却猛地站起身 眸光射出精芒 彼此切磋而已 你却出用宝物作弊 着实无耻 还是将此物交给我来保管吧 他悍然出手 一击便显露出河道三重的强悍 希儿在其面前 根本无抵挡之力 他本就因连番施展扰魂灵 先以消耗巨大 此刻在陈王一击之下 更是连抵挡的力量都没有 恰在此时 醒过神的陈玄 察觉到自己一身的伤势 直接发狂了 该死的贱人 居然敢算计我 我要杀了你 他咆哮着 也跟着出手 手段凌厉很辣 只取希儿要害 煞时间 希儿面临大日程 陈家两大强者的突击 直接陷入危局 那些围观的青年强者们 都暗暗摇头 觉得希儿在劫难逃时 一道简练的白衣身影 出现在希儿身侧 搀扶住摇摇欲坠的他 那小子疯了吗 他疯没疯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他死定了 几乎所有人 都一副看死人目光 看着照放时 却见他随意伸出一只手掌 叙手按向陈玄与陈王 哼 两人瞬间如遭重击 整个人直接被压趴在地上 张口喷血 这 无数人傻眼 只是一只手 就镇压了两尊河道强者 联合道三重的陈王 也不是他一和之敌 所有人都觉心头发颤 潮溪成什么时候 请来了这样一尊强者 被一掌压成重伤的陈玄陈王 心中惊骇的同时 也郁闷的想要吐血 早知道潮溪成 还有这等强者坐镇 就算给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挑衅啊 阁下 请住手 你想与我们大日陈家为敌吗 陈家一位比较年长的 和道静强者脸色难看的走了出来 因他发现 赵放随手将陈王陈玄拍成重伤后 并未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若再让持续下去 这二人难保不会死去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说话 赵放冷冷看了他一眼 顿有一股棒薄灵石之力 侵入对方脑海 阿提的陈家强者抱头惨叫 直觉神魂像是被一刀刀撕裂开一样 全场死寂 那些原本剑扰魂灵不凡 心生念想的其他城强者 见到这一幕 都压下心中别样的念头 此刻 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绝不能得罪此人 大日陈家三位和道 被他一掌一眼 瞬间镇压 如此轻描淡写 让他们惊骇 被赵放产生很强忌惮 你没事吧 赵放望着希尔 多谢公子出手 我没事 希尔撬脸苍白 但此刻靠在赵放肩头 耳垂静隐隐泛着一丝红韵 此物你竟这么快就练化 有些出乎我的预料 赵放偏了眼扰魂灵 扰魂灵虽然能干扰对手神魂 有催眠的能力 但此物练化起来 也极为费力 若不练化使用 一旦催动 那就是不分敌我的无差别攻击 希尔能多次使用而无恙 显然是成功炼化扰魂灵 不过此物催动 对神魂消耗巨大 你修为太弱 神魂也太弱 最好少用 赵放道 希尔点了点头 走 过去先歇歇吧 他走向大日陈家霸占的区域 剩余的陈家强者看他走过来 都像是看到什么恐怖存在一样 连连退后 哪怕他们人数很多 是朝西城的一辈 也不敢动手 阁下 陈家向你赔罪 还请阁下放了陈王陈玄三人 我们愿意退出这片区域 又一个年长的陈家强者开口 话刚说完 赵放轻哼一声 那人身躯一晃 唇角瞬间流血 滚远点 再让我看到你 杀无赦 那人脸色一白 尽管不相信赵放敢在 接引战舰身上动手 但也不敢拿自己性命去赌 带着剩余的陈家族人 狼狈退回陈家所在区域 至于陈王三人 则像是死狗一样 趴在赵放面前 赵放视若无睹 盘坐一处 面色淡然 陈王艰难抬头 虽然受了重伤 但他凶伪 也是三人中最强一个 恢复的也快 阁下好手段 陈王败福 陈王神色平静 好像坐在他身前的 不是害他身受重伤的罪魁祸首般 你放了我们 陈家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你在威胁我 赵放笑了 尽管陈王努力压制着心头的暴怒 但言语之中 依旧有恨意流露 大日陈家 不只是普通的二流势力 站在陈家背后的 是幽族 陈王声音带着一丝傲然 普通的二流势力 又如何能与幽族这等统帅幽民界的大势力相比 其他城强者文言 纷纷色变 哪怕潮汐城其他强者 脸色也不太好看 幽族 民族 这时压在幽民界所有实力头上的两座大山 谁也无法逾越 他们也没想到 自家的死敌 竟敢幽族勾搭上了 可以预见 不远的将来 得到幽族支持的大日成 绝对能覆灭潮汐城 想到这里 潮汐城诸人的脸色 欲发难看起来 你不惊讶 潮汐城诸人的表情 让陈王很满意 但当看到一脸淡然的照放时 他眉头皱了起来 第2599章横沙无忌 其二看了眼照放 他也看不透对方 自流影山的横空出世 群道山的冷酷沙发 无一部显示 照放天资绝世 手段惊人 绝非池中之物 四者等人物 在幽民界也因名气广传 但他父亲潮汐城主 曾悄悄托人查过 竟没有蛛丝马迹 难道 真如父亲猜测那样 他不是幽民界的人 若是如此 他又是怎么潜入幽民界的 幽民界的界域屏障很强 这是公认 深入人心的 不是幽民界的强者 根本打不开 照放虽强 但还没强到 以蛮力撕裂界域屏障的地步 而且 若真是如此 他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待在这里 早就被幽民界顶尖 势力强者给带走了 猜测来猜测去 照放依旧是个谜 不管他什么身份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他对我有恩 有大恩 其二定睛望着照放 眼中有轻目 幽族 哦 照放回应了一句 陈王满头黑线 哦你妹啊 那可是幽族 幽民界两大巨头实力之一啊 你特么只是噩一声 这是什么调诡反应 说来说去 你还是在威胁我啊 照放眼眸寒光闪烁 真以为 在这里我不会杀你 陈王心中一突 照放身上的气势 让他有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尤其是他眼中的坚定 更让陈王心中发毛 难道这家伙真敢动手 干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 三人一前两后的走了过来 为首那名中年男子开口 声音冰冷 是接引战舰的执法长老 没想到惊动了他们 这些人对我们各层间的争斗 平素都是爱搭不理 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正说着 呼得有人看到三人身后跟着一人 赫然正是先前被照放喝退的陈家年长强者 是那家伙叫过来的 陈家真有本事啊 不少人讥讽 对于陈家这种打不过人家 就请大人之类的小孩行为 感到可耻 安静 威首方脸中年人再度开口 声音带着一股强大的威压 赫然是位羞为达到何道九重的强者 方清平大人 就是此人 如骂陈家 恶意挑衅 还打伤了我陈家弟子 请大人为我陈家做主 陈昌恶人先告状 一副被欺凌的苦主模样 指着赵放叫道 众人暗暗鄙鄙夷 但眼下情况 的确是陈家不占优势 被赵放压服在地 不知情的人 听陈昌这话 肯定也会相信 放开他 方清平扫了眼赵放 神情冷漠到 他言语高傲 神态闭逆 带着高高在上的命令口吻 赵放皱了皱眉 连有理他 方清平脸色一沉 瞬间 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压力 扑面而来 潮汐成强者更是背下的面色发白 低头不敢去看方清平 果然是个极其放肆 目无尊长的小辈 方清平冷冷到 他身后两人同时上前 和道八重气息同时外险 欲要压迫赵放 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放掉陈家三人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否则 我会将你丢在云寿山脉 让你自生自灭 此话 已然是在威胁了 只要是个理智的人 几乎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方清平也相信 赵方会屈服自己 如同前几届诸诚青年财俊罔顾规定 动手杀人 被他亲自踢出接引战舰 放逐在云寿山脉 今眼目睹他们被云寿吞吃后 剩余青年财俊在自己面前 攻身低头一样 小子 我早就提醒过你 陈家不是你这种人能够抗衡的 你偏不听 现在 明白了吧 陈王也在冷笑 他见方清平出现 便笃定自己能够得救 态度极为张狂 见赵方一直没有反应 方清平脸上的冰冷之色越来越重 真是找死 他心里已然宣判了赵方的将来 正打算动手 赵方看了过来 并非是看向他 而是望着站在他身旁 那对他卑躬屈膝 但对赵方却冷眉呵斥的陈家陈昌 我之前说过 在出现在我面前 杀无赦 你真以为 我是在开玩笑 此言一出 顿有惊人的肃杀气息 笼罩向陈昌 砰 陈昌刺被一股无形力量抽走生机 身体僵直 鼻挺倒了下来 这杀鸡来得太快 结束得也太快 连他本人都没想到 也没反应过来 他临死前 脸上还挂着一丝得意的冷笑 四周众人完全傻眼 陈王得意的笑容将映在脸上 至于方清平 脸色阴沉得几乎都能滴出水来 哪怕前几届天才 也只是背着他动手 从未敢当着他的面下杀手 赵放却这样做了了 而且肆无忌惮 放肆 方清平杀意浓烈 已然确定 要将眼前这个敢挑衅自己威严的小子斩杀 动手 他声音冰冷 那站出来的两名河道八重 同时出击 手段凌厉很辣 显然要斩杀赵放 赵放看多不多 只是随手一挥 衣袖带起一股魔器 笼罩住那二人 瞬间将二人绞杀成碎渣 还在叫嚣的方清平 瞳孔猛的一缩 像是吞了死老鼠一样 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而他内心 却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怎么可能 两名河道八重的强者 就这样 被他挥手斩杀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这一刻 方清平才发现 自己似乎小去了赵放 你刚才似乎想要杀我 赵放眼眸微台 扫了眼方清平 烂一煞 后者有种被太古凶兽盯上的感觉 浑身发颤 毛骨悚然 他身形瞬间暴退 脸上露出一丝忌惮 冷声道 阁下好手段 但你做得过了 这里是游族的接引战舰 你无故屠杀游族强者 游族 是不会放过你的 第二个 赵放看息 方清平皱眉 不明白赵放这话的意思 稀儿却是苦笑 他自然知道 赵放所谓的第二个 是指第二个人 以整个游族来威胁他 而按照他以往的性情 此时估计不会善了 果不其然 赵放淡淡道 我这人 最讨厌被人威胁 管你是游族还是民族 敢惹我 都去死吧 第2600章 终于来了个能打的 哭 少年只是挥秀 动作轻松随意 可方清平却感觉到 一股邪果天地的 傍然伟力笼罩住自己 任凭他如何挣脱 都是无用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自己招惹到了 何等样的存在 心中把陈昌十八倍的女性祖宗 全部深切地问候了一遍 有反空大人 救我 自知无法挣脱 方清平听尽最后一丝气力 大声吼道 哼 方清平肉身爆碎 化作一团血雾 魔力极为霸道 进入他体内的刹那 连同他的神魂 也一同抹杀 方清平 死 偌大的战舰大厅 数千人看到这一幕 紧接失色 方清平实力固然不强 但也是河道九重的存在 使众多天才仰望的大人物 更重要的是 他是幽族的人 如此强者 却被一个少年 灰手抹杀 这一幕 贪称惊世骇俗 使他们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记忆 你 你竟敢杀了方清平大人 杀了幽族使者 陈王脸上在无丝毫得意 而是充满惊恐与骇然 他本以为 方清平出手 照放就算再厉害 也要俯首贴耳 为其管教 哪知道 少年根本不在意 贵手兼抹杀方清平三人 如碾碎三只臭虫般 看得陈王面无血色 心脏砰砰直跳 不光他 陈玄以及另一个陈家强者 也完全吓傻了 愣愣望着照放 眼中透着不可思议 希儿并没有太多惊讶 反而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苦笑道 公子啊 咱就不能低调点 当然 他也知道 照放本意并非想要杀人 是陈家 方清平屡屡逼迫 才不得已出手而换作其他人 若有照放这等战力 被人屡屡轻视嘲讽 估计整艘战舰的人 都会被他涂光 照放如今只杀手恶 已然十分克制了 何人 敢在我幽族战舰制造杀孽 方清平临死前的大吼 终究是传了出去 一道裹挟着棒不微压的声音 宛如神灵 带着宏大的压迫 笼罩所有人心神 终于来了各能打的 照放抬头看向战舰大厅入口处 神色淡然 在所有人瞩目下 一名身材高大 肤色发黄 留着大光头 穿着僧袍 看伴向很像僧人 举止却散发凶恶之气的男子 阔步走进大厅 在他身后 跟着一对队装备精良 步履沉稳 踏着整齐画一步子 冲进来的战舰护卫队 足有数百人 大部分气息都在画 沈返须初期左右 光头男子走进大厅 便直接向着照放所在走来 他每一步踏下 都有一股强大的势能在酝酿 被其盯上的照放 乃至潮溪成等人 就感觉自己似乎堕入无边黑暗 有恐惧在吞噬自己身体 脸色瞬间苍白 哼 照放冷哼 声音夹杂着魔力 震散光头男子带来的气势压迫 让希尔等人恢复过来 但亦想到刚才的幻象 一个个身体发颤 面带痛苦与恐惧 堂堂问鼎 居然压迫一群反须 幽足的人 都是这么没脸没皮吗 照放淡淡道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觉得 照放是不是疯了 那光头男子单从气势上看 明显就极为不凡 甚至可能是幽足高层 当着他们的面骂 他们跟着死有什么区别 不过 再想到照放先前的一些举动 他们便释然了 疯狂并非偶然 早已注定 你杀了方清平 光头男子气势依旧在酝酿 且越来越强 凌厉的目光 冷冷盯着照放 是又如何 照放淡淡道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杀了我足弟子后 还如此嚣张的外人 看在你这么配合 不知死活的份上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幽泛空凝笑 就凭你问鼎四重的修为 照放依旧平淡 幽泛空瞳孔猛的一缩 自己气息并未完全释放 此刻施展出的 也不过是堪比问鼎二重的气势而已 这少年是如何看出自己的真实修为的 很好奇 照放似乎看出他的想法 幽泛空沉默 盯着照放 最终还是开口 你怎么看出来的 很简单 我比你强 幽泛空一正 旋即 表情阴沉 这特么算是什么回答 你比我强 就你那河道七重修为 是谁给你的自信 敢如此大放厥词 我幽泛空 可不是下大的 你杀了我族强者 必须要接受我族制裁 幽泛空并不相信照放的话 拿下他 他大手一挥 身后数百人齐齐涌了上来 其他城的强者 早就见机不妙 往后躲去 因此 在那数百人涌来时 照放 以及潮溪城强者身旁百丈范围 空无一人 数百人将照放等人团团围住 他们用兵器对准照放 只要他们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 便会毫不留情的射杀 现在 给你一次俯首的机会 自封修为 乖乖投降 我可以不连累你所在的城池 否则 他们都得死 此言一出 潮溪城青年天才们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谢儿还好 翘脸并无太大变化 而更多人 则对照放 多了几分埋怨与憎恶 若无照放接连出手 怎么可能会引来幽泛空 惹来幽族出手 他们将一切罪责 都归咎在照放身上 怪他自己出风头 害了旁人 照放将一切看在眼中 面无表情 潮溪城诸人的想法 他哪里会在意 若非希尔的缘故 他甚至里都不想理 看来 你是执意想死了 幽泛空猛然一笑 大手一挥 正要下达命令 哼 外面传来一阵沉闷暴响 战舰剧烈摇晃 四撞在了大山之上 不少人猝不及防 身体在青岛的战舰内 左冲右撞 甚至出现了伤亡 唯有照放立身原地 一动不动 在他身旁 少女希尔被他拉住 同样没被那股撞击 震波震飞 但望着战舰内众人的模样 少女脸上 也不由浮现一抹苍白 公子 发生了什么事 希尔望向照放 照放皱眉望着战舰外 哭得 神色有些凝重 好像遇到麻烦了 J during China J during China 有统多把